在热闹的原住民精彩开场表演之后 赢得台下所有老师如蕾的掌声 而这次的活动是由中疗香爽文国中的王振忠主任发起 更邀请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老师一同参与 更创立了梦的工作坊 这次活动的目的是让来自全台湾的老师们 能够透过互相的交流学习 让在课堂上教导的老师能融入更多的元素 2015年开始我们在网络上号召一个行动 叫做我有一个梦 它是一个教师自主专业发展 由下而上的工作坊 会发起这个梦是希望能够让台湾有更多 在自己的现场付出努力的老师们 能够找到伙伴学好方法组成社群 一起继续的往前走 从来没有一个单一教学法能解决所有问题 一定是要去找到属于你的方法 然后回到自己的教室经过调整 所以梦的恩赐方所找的讲师 不限于某一派某一个单一的教学法 它是所有各门各派好的教学法都邀请来 在课堂上不仅要用对的方式教导 也不限于单一的教学方式 更希望来自全台热血的老师们能在互相交流之后 把最适合的教学方式带入课堂 县议员检世圣肯定此次的活动 期望在国小国中的学童能从小扎根奠定基础 更希望南投县的学童有更好的教育 透过这次梦的恩赐方教师研习活动 让来自全台湾的老师们 互相交流彼此的教学方式 让课堂上的学生能学习到最好的教育 记者李永胜草屯采访报导